第九百四十三集 戒备还是很森严的 比东秦的皇宫看起来还要森严 白鹤然眯着眼睛看宫墙底下那一排排守卫 这些剑军守卫倒是不用太在意 只是暗处还有高手潜伏着 能辩出有几人吗 剑影屏住呼吸 半晌开了口 九个 这么多 他一愣 刚刚也不是没有判断 但是他只断出六人 看来在这一项上 自己招剑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能辩出具体方位吗 他一边问剑影 一边将银针从锦带里取了出来 人在胳膊 手上不能缠沙灵了 银针只能放在锦带中 不是很方便 剑影点点头 伸出手往后方指了指 我们身后就有两个 正在向我们靠近 打从我们接近皇宫的位置就被人盯上了 再想想又摇头 应该是打从我们出了孟府 就被他们盯上了 这两位也是高手 至少我也是快接近皇宫时 才有所察觉的 不过他们二人 也没有打草惊蛇 想来是想一路追着我们 看看我们究竟要去何住 眼下我们停在了这里 要去的地方就很明显了 所以我想 他们这会儿追上来 应该是要将你我二人拿下 白赫然笑了 想拿下也得有那个本事 画刚出口 突然间手指一动 两枚银针直接就被弹向了身后 他根本就是看都没看 就这么随手往后一弹 银针嗖嗖飞了出去 剑银嘴角抽了抽 压低了声音说 我都还没告诉你 那两个人的具体方位 这么着急是打不着人的呀 不但打不着人 反而还容易惊着对方 确实是惊了 不过确实把那两人给惊笑了 他听到其中一人说 还以为东秦的天赐公主 是多机灵一个人呢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傻子 还传说他身手不凡 一手银针更是使得出神入化 没想到竟是随便扔的 就这么扔出来能打着谁呀 别说人了 就连树都刮不着 另一个说 可不是吗 比小孩子扔石头还不如呢 小孩子扔石头 多少还有个准呢 这银针扔的 可闹着玩似的 吓唬谁呢 话说到此 就再没有后眼 反倒是扑通扑通两声传了来 白赫然跟剑影二人 此时正在树上呢 居高临下 远远看着宫墙里面的情况 这两声一传来 白赫然下意识地捂了下耳朵 口中念叨着 完了完了 怕是要被里头的人听见了 剑影很是无奈 把他捂耳朵的手拽了下来 放心吧 就算是听着了 也不会有人冲出来的 他们各司其职 哪怕身边同伴死了 也不会有人不畏的 只会愈发谨慎地 照顾好自己那一贪 一边说一边回头 去看了眼摔在地上的那两个人 是脸扣着摔到地上的 气息微弱 也看不出还能不能活 他这才明白 为何他家主子扔银针 只是随手那么一扔 其实人家也没指望着 靠银针伤人 人家指望的是毒 他怎么能忘了 他家主子使得一手好毒呢 剑影有些惭愧 刚刚还说 没告诉具体方位 怕主子打不准 现在看来 准不准没什么意思 白赫然意在通过银针 移动轨迹 把他的毒给带出去 毒到人亡 就这么简单 白赫然冲着他挑挑眉 剑影低了头 属下佩服 佩服 他点点头 这还差不多 然后伸手去指下防禁军 压低了声音道 不能把禁军全都放倒 那要响动太大 里头的人再各司其职也没用 禁军这么多 会一拥而上的 咱们是夜叹 不是夜闯 所以这个事得悄悄地 不能大张旗鼓 请主子拿主意 剑影很聪明 都听主子的 白赫然又开始往外摸银针 摸出来之后夹在手中 不急着往外打 只一下一下地捋着那些针 让所有银针都被他的手指抚摸一遍 然后才告诉剑影 看好了 我能以银针刺学 同时再带上特殊的毒 打中那些禁军之后 既能够让他们陷入一种昏迷状态 又能让他们保持 现在的这个姿势一动不动 甚至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剑影是真的觉得神奇 又昏迷又不闭眼 那是个什么状态啊 睁眼的状态 白赫然勾勾唇 突然用指甲 往自己手掌心上滑了一下 然后握住剑影的手 剑影只觉掌心一热 刚想问他这是干什么 但听他道 记住了 越过禁军之后 只管运足了那里 往那些高手堆里冲 什么都不用做 只管冲就行 他们会自己倒 剑影是个有智商的暗少 并不是对他的主子 盲目信任的 他也有自己的分辨能力 对于这种傻子一样的打法 他最开始是排斥的 但当白赫然的手 从他手上拿开 当他看到自己掌心 刚刚的热度 是因为沾了白赫然的血之后 便什么都信了 跟了白赫然这么久 要是连他家主子 这点天赋都不知道 那他可就排混了 于是 眼瞅着白赫然 二十枚银针打了出去 下方禁军侍卫 晃都没晃一下 他想都没想 就飞身而起 直冲着宫墙里头 就冲了过去 白赫然跟随在后 毫无意外 那些禁军 就好像在睁着眼睛 睡觉一般 对于这两名掠过 宫墙的外来者 完全视而不见 轻轻松松 就放了二人进宫 只是一入了宫墙里头 就没有那么消停了 白赫然立即分辨出 这一处地方 至少有十名以上的 高手在埋伏着 应该不是知道 他们今夜进宫 特地在等他们的 毕竟就算料到 他会夜叹皇宫 也料不到 他是从皇宫的 哪个角落里摸进来 所以他猜测 应该是戈部皇宫 平时也是这个戒备等级 每天都如此 每处都如此 可见那戈部国君 是有多怕死 剑影听他的吩咐 进来就迎头之上 对着能分辨出的 埋伏方位就冲了过去 白赫然一不例外 两人成立一个扇形 由两边开始向中间扫荡 没错 就是扫荡 但这个扫荡 根本也不用动手 他们只是负责 把对方吸引出来 果然 突然闯入宫墙的 两位入侵者 成功地吸引了附近 所有潜藏高手的注意力 隐秘之人 一个接一个地露出头来 想要给予这二人 致命地打击 可惜的是 他们没有打击人的机会 他们甚至也没有 接近人的机会 只是才一冲出来 距离达到五步远 突然就会泄了一身力气 一个接着一个 扑通扑通往下摔 后面还没过来的那些人 看出门道 不愿再接近 开始想要换成暗器 不过 他们哪里有早有准备的 白赫染扔得快 他们还要瞄准 白赫染不用 他就是抓了一把银针 对着有声音的地方 随便那么一扔 针过之处 跟人过是一个道理 又是一批高手倒下了 世界终于清静了 剑影看着地上 横七竖八的这些个人 小声问白赫染 能晕多久啊 白赫染说 十二个时辰 他点头 那足够了 走吧 皇宫的范围图 朱下已经拿到了 咱们现在可以往秋风殿去 那是歌布国君的寝殿 这个时辰 他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在寝殿睡觉呢 白赫染同意 跟着剑影小心翼翼地 一路往秋风殿摸去 这一路上也不太平 才行至一半 潜伏在夜色中的暗哨 至少就遇着了三十多个 有的躲了过去 有的实在躲不开 躲晕了 白赫染就想不明白 那歌布国君 是不是也知道 自己不招人待见 太多人想弄死他了 所以他才把宫里 给布房的三不一岗 五不一哨的 生怕有人趁他睡觉的时候 就要了他的命 就这种布房的密集程度 东秦皇宫也急不上吧 剑影点头 确实是太多了一些 咱们东秦皇帝 也不至于吃饱了 成成这样啊 可见那淳于傲 还是有几分自知证明的 知道 他实在是作孽太多了 不得布房啊 说话间 又放倒了两个 白赫染就皱眉 躺了一定 很快就会被 往来巡视的工人发现 咱们还是给自己 找了麻烦 他吩咐剑影 把那秋风店的方向 指给我 我自己先过去 你返回 处理一下那些人 好歹找隐蔽的地方 先把人藏起来 别叫人发现了 剑影不放心 啊 主子自个儿去能行吗 秋风店的布房 一定更加严密 属下实在是不放心 那要不你去秋风店 我回去处理那些人 他站了下来 剑影 咱们总要有一个人去善后 否则怕还没有到秋风店呢 皇宫里就要大乱了 你总不想咱们有命进来 没命出去吧 剑影无话可说 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自己去善后 毕竟搬那些人 是个力气活 不能让他家主子 干那种力气活 于是一再嘱咐 一定小心啊 要是发现接近不了 就放弃吧 咱们换下一个地方 或者出去都行 总之不要勉强了 否则属下就是失职 跟石殿下 也没法交代 他翻了个白眼 你就只想着 跟他没法交代啊 到底是我的暗烧 还是他的 行了 快去吧 我没事 保命的手段 还是有一些的 不用多操心 剑影给他指明了方向 他腰一弯 嗖嗖地就没了影子 剑影站在原地 看了一会儿 轻轻叹气 虽然是你的暗烧啊 所以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他反身回去 处立那一地的高手 白鹤染往秋风店 去的这一路 倒也有惊无险 高手是多 但他使毒的手段 也不是吹出来的 只是放倒的人 有点多 一直到了秋风店前 他还在想 怕是剑影一时半刻的 也与他会合不了了 秋风店是淳于傲的寝店 很是气派 但白鹤染依然觉得 跟东秦比不了 不管是规模上 还是建筑材料上 都跟东秦完全 不在一个档次上 可即使是这样 这依然是 割部境内 最辉煌的建筑 其他高门贵户的府邸 都超不过这皇宫 白鹤染有些嫌弃 心里又想起 君木林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 将来这地方打下来 就送给他 因为他本就有一半的 割部血统 所以也不算是割部易主 可若他成为割部女王 就这破皇宫 他将来还怎么 跟君木林平起平坐 只要一想到 那小子到割部来 瞅着他这皇宫的寒酸眼 才做出一种扶贫的姿态 他就来气 就有冲动 想把这里全都给拆了重建 对 将来一定是要全拆掉的 可以不见这么大 但形式上一定要气派 他在前世无聊之时 还去上过一阵子学 学过纪念建筑 到时候 他的皇宫就不占这么多平面面积了 多占占空间 盖几庄大楼出来 如此才不至于输了气势 如此也才能跟那个臭小子平起平坐 各位君安 在下四皇子君木心 有人告诉我 说一人一事 不必再等 我不信 我一定会等他回来 给他讨个公道 希望各位听友 祝在下一臂之力 鲁青竹播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